2018年2月6号花莲发生规模6.2强震 把花莲云翠大楼震垮 像是被轰炸过后的废湿 没有一块地是完整的 救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 在断源残壁中想尽办法将受困者救出 近来花冬地震频传 许多民众也担忧是否会有更大的地震发生 气象局近日公布全台44条断层的发震几率图 台湾在未来50年发生规模大于6.5的地震高达99% 规模大于6.7也有94% 而在东部的米伦断层就是台湾最活跃的断层 未来50年内发生规模6.6地震的几率高达了88% 面对这一条蠢蠢欲动的断层 地球科学家们都不敢掉以轻心 米伦断层它基本上最主要的是 它在外海有一个构造 这个外海的一个断层 然后牵动了它的行为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凤团队 2015年发表了发震几率图 的确有参考价值 因为米伦断层就在2008年错动 而从图表上也可以发现 台南中洲构造发生规模6.9以上的地震几率是39% 另外南宜兰构造台南六甲断层等 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几率也都超过三成 就怕强症一旦发生会对人口密集的都市 造成严重灾害 西部的话当然就是迦南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断层是非常非常的密集 但是因为它在内陆 然后它又在本身的盆地的这些影响 住户又比较多 就是一般的住家比较多 人口比较多 它的冲击就会比外海还要严重 中洲构造 它是位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着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地震几率是高达26% 那个南科其实也就是在中洲构造的附近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担心的 不只是在所谓的地震危害上面 甚至它可能会造成 相对应的地震风险上面 可能会造成的 对于全台湾的影响上面 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不只在东半部地震频繁 西部陆山带更有许多活动断层 不过专家也指出 用科学方法做出的几率图 并不是百分百准确 地震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 几乎是还没有人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只能用几率这种方式来提升 大家对于地震灾害的意识 透过地震浅室研究 可以提供非常关键的防灾线索 马国锋在两年前更规划米轮断层 钻井计划 在花莲七星台设置井下地震仪 并引进光纤地震观测技术 让科学家们可以更了解东部地震特性和地质条件 因为这个是跨过米轮断层 所以如果你要有前兆或者一些行为的话 基本上你下面要有一些通道 所以当我确定断层在哪里之后 我就可以把观测的资料放在断层上面 这是现在的工作 就是把它放在断层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 未来它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征兆 台湾位在太平洋火环带 每一天都与地震的威胁共存 但首要任务是 平时做好防震措施 因为地震活跃期已慢慢来临 TVBS新闻 陈又强 刘月轩 讨人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